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专题一的第17处考点和等旅行 那么从17处一直到我们后面的第25个考点 这几处都是我们第4章的一些重点的知识点 特别是有些知识点是容易考我们大提问的话 那条款尽量能够引述 我们先看这个第17处考点和等旅行 那么旅行这一块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有点不明确的处理规则 一个是我们旅行当中的第三人的关系处理 还有关于看变权问题 那您重点是要关注第三个 和等旅行中的看变权 比如说同时旅行看变权 不安看变权 先旅行看变权 容易出我们的大题目 咱们先看第一个 关于约定不确定的处理规则 那以客观点来把握就可以 这一块里面分两个层次来看 既然之前大家没说好的话 那我们之后呢协商达成补充协议 如果达成补充协议的 我们按照第二个相关条款跟交易习惯 如果还定不下来 咱们再走第二步 所以这个属于我们第一个 总规则 第二步呢是具体规则 那么具体规则我们就要看 到底哪个方面 你之前没说清楚 那么质量规格要求方面 我们三步走 先看有没有国家标准 其中国标里面呢 咱们先看强制性的 没有的再看推荐性的 如果没有国标 那我们再看第二步 有没有行业标准 如果第二步也没有的话 我们再看第三步 按照通常标准 或者符合或者目的特定标准去旅行 这第一个 质量要求 三步走 国标 韩标 和通常标准 第二个 价款跟报酬方面 如果之前没说好话 那我们六个字啊 按照定历时 旅行地的市场价格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基础方 也举过势力的啊 第三个 旅行地点方面 有点不明确的话 我们在基础方里面 讲过以买卖和能为例的话 甭管是我们付款 还是交付货物 都在哪一方 都在出卖人这一方 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啊 给付货币的 在接受货币这一方 对吧 其他标的的 在旅行义务这一方 你以买卖和能为例 那就是出卖人这一方 中间这个还要背吗 交付付货场呢 不就是在付货场 所在的地位 第四个 旅行期限 那双方当事人 可以随时主张 但是呢 都应该要给对方 必要的准备时间 旅行方式里面 我们应该按照 有利于实现 或者目的的方式去旅行 旅行费路里面 原则上是由旅行义务方负担 但如果是因为债权人 导致我们旅行费路增加的 由债权人来负担 这基本尝试 所以这几个具体规则 考试里面考我们的选择题 啊 咱不能干嘛出现错误啊 好 第二个 涉及第三人的旅行规则 那这一块里面 我们要区分几个支点 第一个 向第三方去旅行 他跟我们的债权转让 能区分开来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人 单方面自愿 旅行 与我们游第三方旅行 还有 与第三人加入债务 人区分开来 啊 我们来先看这个 向第三方去旅行 在责任承担里面 原则上是什么呢 是根据我们债权具有相对性 你债务人如果向第三方旅行 你不符合运的话 你照样是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 原因很简单 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 他没有合同关系 债务上向第三方去承担违约责任问题 有例外 什么例外呢 进入两点 第一 根据法律规定 第二 单事人的约定 第三人 有权直接 找我们债务人 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第三方呢 他可以请求债务人 向自己来承担违约责任 只有这两个例外 否则 咱们债务人 还是向债权人去承担违约责任 因为 这个第三人 他不是我们可能当事人的身份 而债权转让里面 他跟我们这个 向第三方去履行 两者区分点 最核心的 就是第二个 第三方的身份角色 两者不一样 那么第一个区别 表现为的 试问条件 向第三方去履行 是基于我们 债权人和债务人 在签协议时约定的 由债务人呢 向第三方去履行 这事前 就说好了 而债权转让里面 他事后 签完协议之后呢 债权人事后 把债权转让给第三方 所以他必须要通知我们 债务人 通知 你没有通知的话 这个债权转让对我们 债务人呢 是不发生法律效应的 当然 他不需要经过我们 债务人同意 这点跟我们的 债务转移不一样 债务转移的话 他需要经过我们的 债权人同意 这第一个 条件不一样 第二个 身份不一样 债权转让里面 受让发 他是 可能单世人之一 是小三成功的上位了 如果你是全部债权转让 那受让发 将会取代债权人的地位 成为单世人之一 原债权人就退出 这样一个 合同关系了 所以 你债务人 如果未向受让发 去旅行 或者旅行不服务转的话 那此时 你债务人 就应该向新的小组 受让发 去承担 违约责任 所以他是 合同单世人之一 而向第三方 去旅行里面 第三人 他不是合同单世人 他就是小三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债务人的旅行里面 有问题 那原则上还是 向债权人去负责 向债权人去承担 违约责任问题 这第一个 向第三方去旅行 第二个 第三人单方面的 自愿代为旅行 那我们要掌握两个 差异性的区别 第一个 跟由第三方 旅行 两者是有差异性的 这个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 产生的原因不一样 由第三方旅行 照里面 他是 和当单世人 之前的 一直条款的约定 由第三方 向债权人去旅行 而我们知道是什么呢 是 第三人对债权物旅行 他有合法利益 这个合法利益 比如说 父母为子女 比如说 赐沉舟人 替沉舟人 向我们出租贩 支付繁舟 既可以是基于身份关系 也可以是基于财产关系 在具有合法利益的情况下 这第一个区别 两者产生的原因不一样 第二个 债权人 他能否拒绝方面 不一样 前者 债权人 不能拒绝 为什么呢 因为 债权人跟债务人 签协议事就说好了 只要我们第三方旅行 他符合我们的合法利益的话 你债权人就不能拒绝第三方向你去旅行 而这里面 第三方单方面自愿代为旅行 所以债权人 他有权拒绝 哪怕我们第三方旅行 符合我们的合法律 这些权人都有权力拒绝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 在法律效力方面不一样 第三方单方面自愿代为旅行 如果债权人他接受了 他将会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 言外之意 债权人对我们债务人的债权 就要转让给谁呢 转让给第三人来行使 除非债务人和第三方有另外一种 而由第三方旅行的话 他不会产生我们债权转让的法律后果 所以在旅行之后的法律后果方面 两者也是不一样的 这第一个对比 第二个 第三人单方面自愿代为旅行 他跟我们第三方加入债务 不一样 前者第三人他角色不是我们当时 但是后者第三方加入债务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三人将会成为主债务人之一 所以他需要在我们自愿承担的债务范围内 如我们之前的债务人像债权人是承担连带的债务 连带债务就意味着这个第三人呢 他属于我们合同单事人之一 他属于主债务人身份 不再是我们第三者的角色了 所以很明显的 很明显这种债务的加入呢 他的责任承担要尽 所以他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你在自己愿意承担范围内你不履行的话 你需要向我们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了 这是我们讲债务的加入 跟第三人单方面自愿旅行两者最根本的差异性 第三者的角色身份不一样 导致我们的法律后果也不一样 好我们看第三块 是刷物和旅行中的看变权 看变权这一块里面 您顺点要关注主观题 过去也考过多次 首先我们要把看变权行使的大帽子掌握住 第一得进入同一个法律关系 第二个得是刷物和旅行 像买卖啊 算数量啊 是典型的刷物 那么看变权有三种 有同时旅行看变权 有先旅行看变权 还有不安看变权 那我们首先要把情形搞清楚 同时旅行看变权 用白话来讲 那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双方之前没说好先后旅行顺数 是不是 一番单身你自己没有旅行 想让对方先旅行 对方就可以主任同时旅行 颜外之一 我们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先旅行看变权 大帽子是有先后旅行顺数 谁没有做到呢 是先旅行这一番 他没有旅行 或者旅行有问题 那我们后旅行这一番里面 就可以拒绝旅行 或者我们拒绝承担相应的旅行情 所以他主张的主体是什么呢 是后旅行一番 看变先旅行这一番 这个跟我们基本常识是一样的 不安看变权 不安看变权是先看变后 那我们强调 你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 后旅行这一番里面 有散失或者可能散失旅行能力的 法定情形 比如说像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 转移财产 出逃私心 散失商业信誉等等 如果你没有确切证据的话 你本身又是先旅行 你敢遵旅行 不好意思 你要对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证据这几条里面 本身可以考我们多选题 在考试考案例题的话 它多半是我们的剧本 您看完之后 心里明白 先旅行这一番 有确切证据了 那我们不安看变权 权力表现为两个方面 这边是我们考试考案例题的地方 条文尽量会引述 第一招 尊职旅行 通知对方 暂时不给钱 暂时不交货 如果对方提供了 实战担保 那我们要恢复旅行 那消除我们心里不安了 对吧 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仍然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并且没有提供实战担保 那我们就视为对方 以实际的行为表明 他不履行主要义务 这是一个法定的解除情形 无需跟对方写生 单方面可以解除 并且让对方对自己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这个解除在过去是考过我们的案例分析体的 这个解除它属于法定解除 可以如我们的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像结合 好我们看第18处考点 好咱们保全 保全这一块里面是债权人保全债权的措施 那多半是三角债纠纷 分为代位权和撤销权 那么代位权这一块里面最核心的是把我们代位权行使的要件搞清楚 而撤销权里面要把我们的撤销权行使的情形 搞清楚 好我们来看代位权 我们举个例子您听 说A他欠我们B100万 C欠A120万 好 B让里面100万债权 他必须要满足三个要件 首先得合法 其次得到期 还有这100万 咱们A这儿是无力清产 如果A这儿有清产能力 你没必要搞人家C 是不是 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 如果B让里面债权没到期 那么A这儿里面行为 他损害了我们B这儿里面债权利益 比如说C欠A120万债 所以是时效 即将借满 或者是C破产 你A不去我们C这儿管理人申报债权 你破罐子破摔 哪怕我这儿里面债权没有到期 我照样有权利去法院 请求次债务人C 向债务人A这儿去旅行 或者代为我们A 向C这儿里面去申报债权 这是保全我们的债权措施 也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让C给自己去清产 因为你的债权没有到期 人家是有期限权益的 没有提前给你还款的义务 明白了吧 好 C欠我们A120万 他必须要满足四条 第一 合法 第二 也得到期 第三 是非专属的 不具有人身 不带有身份的性质的 如果是专属于我们A自身的 你债权人B不能带位 还有A 自己待遇行使到期的债权 所谓待遇是什么呢 不通过打官司告我们C 那B此时就可以行使带位权 找法院不能直接 通过法院去主战待遇权 那被告是什么呢 是四债五轮 B是以自己的名义 他就是原告 那么相关费论方面 法院这二十分费 如果B胜售了 由C负担 那么B让里面 历史费拆旅会 必要的费论方面 那应该是什么呢 有我们 债务人来负担 是不是 当然有一点啊 B主张待遇权之后 他有一个限额 你不能要一百二十万 人家就欠你一百万 所以我们以到期的债权为信 并且对待遇权行使的结果呢 他有权利优先来授材 这是关注待遇权里面 支持点问题 那么撤销权这块里面 重点是要关注 撤销权行使的情形 这个情形里面呢 咱必须要分两个层次来把握 要判断相对人 是无对价方式 还是有对价方式的交易 这个呢 和我们这个判断相对人的主观 是上是恶 有关系 好 无对价方式的话 可以表现什么呢 表现为 像 无产转让财产 放弃债权 包括放弃担保 还有恶意的延长到期的债权 这些对相对人而言 他都是无产的 是不是 所以相对人这里面 无论你是善 不知情 还是你明知的 不 那我们这群人都有权利 请求法律来撤销 相对人如我们这样物人 这三个不但交易行为 来恢复我们这样物人财产 如果是有对价的话 他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 以不合理的价格 进行交易 这个不合理价格 我们体现为市场价格呢 正负30% 你超过1.3倍买入 你低于0.7的价格 去买 卖出 都是我们这个不合理的价格 交易 还有为第三人担保 那么第三人 之所以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物人 向其担保 第三方也是有债权的 我把钱借给了别人 才获得您向我来提供担保 所以这个相对人呢 是有对价 有对价里面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 要考虑相对人的权益 相对人是善的 你无权利撤销 相对人是明知恶的 明知这样的交易 会损害我们这样权利 他还愿意跟他干 那我告诉你 你这样权利才可以撤销 这一点非常重要 至关我们情形方面的话 必须要从相对人 有对价还是无对价来判断 那么第二个问题 撤销权行使 我们照样要考虑什么呢 时间要求 时间是一年 五年 一年曾哪 起算 曾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至起 五年呢 曾撤销事由发生至起 这一年跟五年关系的话 我们说 谁先到 撤销权 就见满了 哦 关于这个 撤销权这一块里面 您还得注意我们前面讲过 跟第八章 破产法的破产撤销权 可以先结合 是不是 在破产程序里面 我们只看 这误人的 不但行为 是否出现在 受理前 一年内 或者在受理前 六个月内 只要情形 跟时间相吻合 不考虑 善恶因素 管理人呢 都有权利 请求法律 来撤销 如果管理人 不履职 这些权人 在特定情况下 也可以请求法律 但我们要明白 破产法里面 撤销权 本身并没有 给我们这些权人 这些权人能突破 去请求撤销 它不是进入破产法 而进入我们 这些民法底 所以它仅限于 三种情形 第一 反弃债权 第二 无产转让财产 第三 明显的不合理 价格进行交易 此处的明显 不合理价格 进行交易 还考虑 相对人 是明知的吗 不考虑 在破产情况下 不考虑主观因素 只要情形 是在我们受理前 一年内 你管理人 不履职 债权人 就可以进入 这三种情形 请求法律 来撤销 那么在破产程序里面 债权人 请求撤销 还受我们的范围 以自己债权为限吗 不受这个限制 破产程序里面 两个不受 第一 以不合理价格 进行交易 不考虑相对人的恶意 第二个 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 他不考虑 以债权为限 哪怕超过债权 照样可以请求撤销 那么这两者呢 在区别方面 还有一个支点 我提示一下 就是观众队 我们的行使的结果 他有没有权力优先授产 两者是有差异性的 代位权权里面呢 他是直接请求法律 判决赐债务人 向自己来履行 所以对此结果呢 有权力优先授产 其他债权人干嘛 抢不走 而撤销权里面 无非是让法律 恢复我们债务人财产 所以 请求者 债权人 对此结果 他无权力优先授产 这样一个恢复之后的话 带我们债务人 其他债权人 一起来分享 这点必须要搞清楚 好 那么撤销权的必要费率 由债务人来负担 这点给我们代位权里面 他分两个方面 也不一样 好 我们看第四九处考解 是保证 这一处内容 您必须要作为主观 提供来把握 非常重要 特别是我们保证的方式 和保证责任这一块 我们先看 保证好谈 第三方 单方面的 以书面形式 向债权人做出保证 债权人接触了 没有其中意义的 那他们之间 保证好谈成立 在司法解释里面 有关这个类似的 承诺文件 判定为是保证 还是债务加入 我们就要看 这样一个类似的 承诺文件 你到底真实意思表示 是哪个方面 如果具有提供担保的 意思表示 那我们按照保证 来处理 反之 如果是有债务加入 的意思表示 那我们按照 债务加入来处理 关键是什么呢 难以确定是保证 还是债务加入 那法律应该认定为 是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保证的风险 它低于我们债务的加入 我们要维护干嘛 好人 第三番杖权益 在保证这块里面 它既有一般保证 也有年代责任 而一般杖里面 它是有先速看遍权的 其次 被认定为是保证之后 它承担了保证责任 具有法定的向债务人 追偿的权 而债务加入里面 咱前面说过 它就是一种年代的债务 关系 不存在里有先速看遍权问题 而且第三方 在自愿承担债务范围内 向债权人承担了债务之后 能否向其他债务人去追偿 能否向原债务人去追 那我们要看 你们之间对此有没有约定 它可不是法定的 就有追偿权的问题 其实这两点呢 所以立法者 把它判定为是保证方式 这第一个 那么相关链接里面 有关这个担保 可能无效的法律责任 这一块里面呢 从我们考试考大题来看的话 概率并不大 关键是考小题目 咱们必须要会分析 首先 担保和党无效 保证责任 谈不上 对吧 关键是 你在其中有没有过错 因为根据过错 我们要判断另外一种责任 叫缔约过失责任 你有过错的话 那我们要进一步判断 你要承担多少的赔偿责任 所以这一块里面 重点是要根据过错程度来判断 我们举两个实例 您听 说 他欠B站一百万 那么这是一个组合同关系 贾站里面 唯有我们B站里面 提供担保 所以 贾跟B呢 是一个保证合同关系 现在是因为组合同无效 导致我们保证合同无效 那我们此时就要分析 贾在其中 你有没有过错 如果贾有过错 你搜一下几番有过错 你们俩把组合同搞无效 你们俩都有过错吧 现在的几番 三番 三番有过错 那如果这样误人 哎呀这儿里面还有六双还不了 我贾只是三个过错方之一 所以我最多承担 这样误人不能清单 部分六双的几分之几 三分之一 第二如果贾在其中 他没有过错 那此时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为什么呢 是因为组合同无效 导致了我们组合同无效 所以贾还需要对我们 必承担保 承担这个 缔约过失排查的人吗 就不需要承担 是不是 这是第一转情形 第二个 如果组合同他有效 纯粹是我们保证和等 曾和等无效 那我告诉你啊 此时我们就要分析过错问题 首先此事跟A有关系吗 跟A没半毛钱关系 关键看什么呢 看我们保证和等单事人 贾和B 你们俩的过错情形 那无非是三个情形 第一 贾有过错 B没有过错 那我告诉你啊 贾就需要承担 A不能清偿部分多少呢 不能清偿部分的六十万 全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贾这儿里面没过错 纯粹的B再确认过错 引起我们保证和等无效 那我告诉你啊 贾还需要向B这儿里面承担 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吗 不需要承担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 二分之一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假最多承担 你A这儿里面不能清偿部分六十万 几分之几 我最多承担二分之一 因为我们俩都有过错 是不是啊 所以这无准情形 那我们考试一下 考小企业的话 您特别要关注 这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问题 这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是根据过错法来判断的 好 保证方式这一块里面 条文必须要会引述啊 保证方式里面 特别是我们括号第一句话 在协议里面对我们保证方式 压根没说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我们按照是一般保证 而一般保证人 他是有先速抗辨权的 所以在我们债务人 没有告 债务人没有去告我们债务人 对我们债务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那你来找我的话 一般保证人是有先速抗辨权 他有权拒绝向我们债务人 去承担保证责任的 那去年就考我们先速抗辨权的 基本概念 我们讲基础班里面强调过 这个债务人呢 他不仅要去告我们债务人 你关告还不行 还必须要把我们债务人的 依附权扒宽 对其要采取我们的强制执行 在什么情况下 一般保证人 他们不能阻担先速抗辨权 像第一个 债务人下落不明的 并且没有才让可供执行 没辙 搞不了债务人 第二个 法律受理我们债务人破产案件 您结合我们第八章里面 不管是我们债务人破产 还是我们保证人 他自己破产 先速抗辨权 统统都不能阻担 第三个 这群人有证据证明 咱们债务人呢 虽然不足以履行全部 或者散生履行能力 那言外之意 你这个担保人 必然要承担这个 一般保证的补充 侵权责任 所以我此时找你呢 你不能阻担先速抗辨权 因为你承担定的 因为这业务人干嘛 他没有办法还清全部的 第四个 是一般不然 他自己愿意放弃 该权力 那些事后也不能阻担 好 关于这个合团变更 跟保证责任承担 条款呢 尽量会引述啊 这块内容非常重要 咱们主要呢 讲四个方面 您听 说A账里面欠我们B账一百万 把角色搞清楚啊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假呢 为此做保证 B这把债权转让给我们C 我们讲过啊 债权人转让债权 他需要通知我们债务人 通知 之后就发生我们 法律效力 是不是啊 同时 你也需要通知我们 担保人假 你没有通知假 你这个债权转让 对我们这个假呢 是不发生法律效力 那言话之类的话 A如果像新的小组 C还不了一百万 C是不能干我们假的 因为B账里面没有通知假 知道吧 所以你债权转让 对我们假呢 是不发生法律效力 C就找不了我们假 第二 如果说 假跟B账里面签协议时 对债权转让 他有限制 有禁止 那不好意思 你B如果事后 把债权转让给C 那通知假就不行了 你得经过我们假之 而统一 才可以 否则 假对我们B账里面签协议时 对我们新的小组C 仍然是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所以一般情况下 债权转让 通知之后 假就需要向新的小组C 承担保证责任 有两种情况下 不承担 第一 你没有通知我 第二 第二个 我们俩说好了 债权是禁止转让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是A这把债务转让给C 债务转移 他要经过我们债权人同意 也得经过我们假账里面 输灭同意 否则 你转移的债务呢 假对此 他不对我们C 承担保证责任 无需对B呢 去承担保证责任 这是关于第二个 这要误转移你 要经过我们的假说明同意 第三个 如果A跟B 把这个 借款金额 做变更 有一百万变更为一千万 B同意了 追加九百万 没有经过我们假账里面 说明同意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增加我的担保分析 你就需要经过我同意 账里面没有经过我同意的话 那我对增加部分的九百万 我不承担保证责任 我对B仍然是之前的 一百万的保证责任范围 反之 如果他们俩把金额调整为十万 减少九十万 这个是减轻我们担保人的担保分析 那无需经过我们假扎同意 假设我们变更之后的这个十万 仍然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 这基本尝试 这是第三个 关于这个 和内人的变更问题 第四个 关于旅行期限的变更 说A和B呢 他们俩协商一下 把之前的旅行期限 有一月一号 延长这七月一号 那这种知识里呢 就跟我们的保证期间相结合 假跟B的签天协议是 说好了保证期间 假设为三个月 如果假照里面是年代责任单位的话 就强调必在此期间 你应当来找我们假 主张保证责任承担 你在此期间如果没来找假的话 那假照里面保证责任就消灭 四月一号之后 你找假的话 假就无需对我们承担保证责任了 现在你把主债务的旅行期限限满日延长了六个月至七月一号 那我这儿里面是否也 责任承担延续到十月一号呢 就看你是否经过假同意 经过假同意了 那么假照里面保证责任期间 顺延至十月一号结束 反之假仍然是 只承担四月一号之前的保证责任期间问题 明白了吧 所以你这儿七月一号一见满 我这儿里面保证责任早就消灭了 好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支持点 就是第三方加入 第三人加入这样物呢 跟担保人没半毛钱关系 人家是和主债务人吗 搬忙 他们俩干嘛 是连带关系 所以你担保人这儿保证责任呢 他不会受其影响 这是关注这个责任承担问题 好 第四个是保证期间 这块内容呢 必须要准确理解 什么叫保证期间呢 他就是指我们债权人在此期间 要主张权力 如果你这次期间没有主张权力 那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呢 就消灭 言外定 你将来找我们担保人的权力 实体权力就消灭 所以他心理上是除世期间 那么在一般保证里面 我们强调 债权人应该在此期间去告谁 去告我们债务人 你把债务人给告了 那担保人呢就跑不掉 反之 你没有在此期间对债务人去起诉 那担保人对你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责任就消灭 在连带责任里面 因为我们的债权人在到期之后 他有权力直接来找我们连带保证人 所以我们强调 你如果说没有在保证期间里面 请求我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话 那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也会消灭 所以一个是找担保人 一个呢 去告债务人 因为一般人里面他有先处看遍权问题 你必须要先干债务人 这个期间的时间问题 那我们是充分的自制 你们自己约定 如果没有的 有点不明的 那我们按照法定 法定是什么呢 主债务旅行期间 见满之日起六个月 什么叫压根没说 什么叫有点不明呢 比如说有点保证期间 早如我们主债务旅行期间 见满的时间 或者连着同时见满 你就没有给我们债权人 一点点的时间来主债这个群的话 那视为你们之间 没有有点保证期间 反正 如果说在担保协议里面 他这样说 说我愿意承担到主债务旅行 本期时为止 但没有具体的时间 那我们就视为他们之间的保证期间 是有点不明的 那不管是有点不明 还是我们没有任 都违法认的 主债务旅行期间 建满之日起六个月 这个主债务旅行期间 如果没说的话 自宽限期 因为双方当事人任何一番 都可以随时主张 随时旅行 但都应该给对方合理的准备时间 这个准备时间 就是我们的宽限期限 好 我们来看第二十处考点 是权力和义务的中值 那么权力和义务的中值 这一块里面 重点是要把握三个方面 一个是解除 第二个是提成 第三块抵消 这个抵消里面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小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法定解除 那么法定解除里面 整的解除的情形 特别是我们第二条和第三条 条文必须会引述 容易出我们的主观题 这四条里面呢 前四条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判断的原则 那就是一番当事人违约 导致对方当事人定密的 和他目的得不到实现 我们叫根本性违约 第一 因不可看力 致使不能实现和他目的 第二 在履行期限建满之前 一番当事人明确表示 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 不履行主要义务 咱们前面讲到 不安看遍权力 主张解除 就属于我们这条里面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履行主要借务 既不提供担保 也没有恢复履行能力 是不是啊 第三个 当事人一方 延期履行主要借务 经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限内 人为履行 这个合理期限 在我们商品房买卖里面 它表现为是什么呢 三个月 经催告三个月 人为付款 人为交房的 那就是我们这里面 法定解除情形 第四个 一番当事人 持人的履行 或者其他违约 直接导致我们这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推告 现在就会立马解除 第五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不安看遍权力 其实它就是我们 括号干嘛 一个翻版 这是我们法定解除 里面的整个规则 那我们呢 讲到基础班里面 也讲过一些有名 他也有各自的一些 解除的情形 所以我们来看 关于主要典型的里面 法定解除 买卖里面呢 咱们重点是要关注 三个方面 一个是分期付款里面 分期付款里面 咱们讲过 你到期没支付的 把我们全部价款的 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上 仅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内 仍未支付的 我们不能直接解除 有程序 仅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内 仍未履行的 那出卖人二选一 要么选择解除 要么让买售人 支付全部价款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关于这个遗物和售物 一批和售批的 交易的解除规则 那我们就看 相互之间 有没有关联性 如果具有关联性的 不仅可以解除该物 解除该批 还可以解除其他售物 和其他售批 反之 如果不具有关联性的话 那我们只能是解除该物 解除该批次 不能解除其他物 和其他批次 在商品房 买卖的话 就要考虑 双方单始人 这里面目的 作为我们的 开发商而已 他无非是要钱 作为我们购房者而已的话 他既要房子 对吧 还要表明什么呢 我是房屋的主人 产权 房屋什么呢 是居住 所以你看前两条里面 主体结构啊 还有房屋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我们的 生产居住啊 都是致使我们购房者 让我们购买房屋的居住 目的得不到实现 所以他有权解除 对吧 那么第三条里面 甭管是没有按期交款 还是没有按期交房 仅催告后三个月里面 你如果还没有旅行的话 那我们守约番 就可以向对方的提出解除 哦 那么购房人 除了居住之外 房子里面 还需要办理产权登记 来以什么呢 物权公事做了 证明这房屋是我的 我具有物权的 所以如果是因为 开发商的原因 导致我们办理产权登记的期限 超过了之前预订的 或者法征的一年 那我们购房者 也有权利来选择 解除 开发商的购房协议 所以三个月 一年时间 咱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一块里面 您重点是要关注我们小题目 好 在借款合同这一块里面 咱们也讲过 如果借款人 未按照借款润图 来使认借款 那贷款人 有三招可做 第一 停止发贩借款 第二 提前收回借款 第三 解除合同 这个合同解除的话 它不解除我们保证人的 保证责任 除非双方单事人另有一任 咱们讲过 合同解除 不等于合同不孝 第四个 在周六合同里面 我们照样是要关注双方单事人的目的 出租方里面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我们关注周定物 一个是关注周金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没有支付周金 进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限内 你还没付的话 我就可以解除 第二 关注周定物方面的话 你把我的 周定物呢 转周给别人 对吧 我之所以愿意 租给您 您爱惜东西 我才愿意 所以你转周 没有经过 周定家同意的话 都应该有权利解除 跟您的出租协议 还有 陈周人 你未按照一种的方法 和性质 来使用周定物的话 致使周定物收成的 出租方也有权利解除 陈周方里面 它主要是 目的 在使用方面 当然我们也签了一个 基本人权的保障 生命至善原则 周定物 危及陈周人的人身安全 或者健康的 其实我们陈周人 在定力时 明知该周定物的 整量不合格 它事后照样可以解除 咱们讲过 楼晃晃 还记得吧 哪怕我知道是违反 我事后照样可以解除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周定物照里面 出现回审灭尸 跟我没关系 不可规则如陈周人的 室友 一定要出现 致使不能 实现以后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 讲基础班里面说过 周房子 昆条 遭雷批坏了 你不能解除 周房协议 如果房子 遭雷批 塌了 没法居住 这才是我们这儿 所讲的 不能实现 陈周人的 或者目的 您才可以解除 那么双方均有解除群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针对不定期周六合同 双方都有权利来解除 好 在伦资周六合同里面 这一块里面 我们还是从双方当事人 各自的目的来判断 就出租方而已 目的还是两个 一个是关注物 一个是关注钱 是不是 苏军 陈周房里面 那就是关注 能否实现史论的目的 所以您看一下 第一条里面 对吧 您对我的孙令物呢 进行无权处分的行为 影响我们这儿里面 目的物 所以 初初番有权利解除 二和三里面 都是影响我们 初初番这里 苏军的获得 如果他符合我们之前 所说的解除条件的 经催告之后 在合理期内 仍未支付的 初初番可以解除 之前我们 协议里面 没说好解除条件 那按照司法解释里面 你欠两期以上 或者打我们全部 那15%以上 经催告之后 仍不支付的话 那初初番也可以解除 本身我们民法典里面 就是这个方面的话 他给了我们 初初番连续选择权利 第一 可以要求 对方支付 全部租金 也可以什么呢 解除 收回租赁物 咱们在司法解释里面 也说过 如果收回的 租赁物 其价值呢 超过我们 陈州人呢 未支付的 租金 而且双方也说好了 租赁建满之后 租赁物归我们 陈州番的话 那陈州番 可以向我们 初初番主张 合理的返华 合理的返华 这是基于我们 公平原则而言的 陈州番里面 他就有一个目的 是您的原因 致使我没有办法 占有实用的话 那我就有权利 提出解除 这块解除啊 有最高明法院的 司法解释 当然 他至今没有出过题目 您稍微注意一下 考我们的客观题 好 第六块 是货物润输口的里面 这块内容呢 主要是强调 托润方里面 他有任意的解除权利 在货物交付给收货人之前 他可以要求我们 陈州人遵旨论输 返华货物 变更目的地 或者将货物交付给他人 那么托润方这个任性 如果导致我们 陈州人这种损失 他需要赔偿损失 在加官承担里面 定做人 他有任意解除权利 前提是什么呢 承担人完成工作之前 他可以随时解除 导致我们这个承担人 这种损失 仍然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 这是我们讲 在典型活动里面 有关的解除情形问题 好 我们来看第三块 是提层 这处内论呢 您需要掌握三个方面 第一 提层的失论情形 第二 提层的法律效力 第三 关于我们这个标的物的取回 好 情形这块里 那一定是我们这个 在全人的原因 导致我们债务人难以履行债务 债务人可以把标的物件提层 比如说 这些权人无震担理由 他拒绝授领 这些权人下了不明 这些权人死亡 没有明确继承人 或者遗产管理人 或者散失行为能力 没有确定我们监护人的 这些情况下 都是因为债权人原因 致使债务人难以履行 所以债务人可以把标的物 进行提层 如果标的物呢 不是容易提层 或者提层费用过高 我们可以怎么来 通过拍卖 变卖 把它换成钱 来提债我们所在价款 第二 是通知问题 除了债权人下了不明之外 标的物提层之后呢 都需要通知我们相关的权利 或者相关的当事人 第三个 法律效率这一块里面的话 三个方面 第一 回省蔑视分解 由债权人承担 第二 提层之间的资稀物呢 归债权人 第三 提层费用呢 由债权人负担 因为债务人把标的物 因为您的原因 将第三方进行提层 他已经做到人之以尽了 所以所有的法律后果呢 都是什么 跟债权人有关系 好 关于这个领取提层物的话 咱们分两个层面 正常情况下啊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 因为提层物的所有权 已经归我们债权人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债权人在三种情况下 领不回来 第一 对我们债务人 附有盗期债务的话 那我们债务人呢 可以请求提层部门 拒绝其领取要求 你钱没给我 第二 如果你超过五年 还不行使的话 那 您对我们标的物的 所有权就消灭 哦 那此时呢 扣除相关的提层物费论中的 归国家所有 就意味着这权人 丧失对提层物的所有权呢 所有权就归国家了 这个五年时间问题 我们前面讲到 舍得仪式物里面 有一个公告 对吧 给警察叔叔嘛 警察叔叔公告 舍主在一年内 没有去认领的 也是归国家 这第二个 领不回来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债权人 未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债权人 他明确向我们提层部门 表示放弃 书面表示放弃 我不要了 那我们的债务人呢 他给解误 通过向提层部门呢 支付提层费论中 有权利取回 所以 债权人 领取提层物的话 有三个方面的 例外问题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